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0年前曾有上千万的百姓无声无息的死去 那一年就是大跃进开始后的1959年 这场灾难持续了三年 共有大约4000万百姓被活活饿死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死亡事件 在官方的历史上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 这段历史中共当局从来就不敢正视 这些年就更加忌讳 甚至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探死我 以至于有很多的年轻人怀疑这段历史的存在 一位大饥荒的亲历者在多年前就写道 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 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 认为是天方夜谭 一位大学老师写道 随着时劲的推移 大跃进大饥荒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80后96后的学生或者不知道大跃进为何物 或者把大跃进等同于两弹一星强国盛世 我教的本科生理 甚至有人拒绝相信中国曾经发生过 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 对于今天的众多的年轻人来讲 确实难以想象 在成平时期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 如何能饿死三四千万百姓呢 网上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如果当真发生过这种事 全社会的每个家庭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切身感受 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不可能不影响到每个家庭 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之毫无感受 或者感受格格不入 甚至截然相反的必然是胡说八道 没有的是再拼命编造 也得不到老百姓的共鸣 如果饿死三千万 即百分之五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那么必然出现全国性的 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亲人饿死的情况 而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的 中国老百姓的亲身经历证明 全国性的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亡 或者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亲人死亡的情况 根本不存在 这就证明所谓饿死多少千万 百分之几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说法 全是胡说八道 然而 随着一些中共高级干部 谈及大饥荒的回忆录和文章的出版 大饥荒的历史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 一些亲历者和知情者 在他们的晚年摆脱了利益的羁绊 无论是基于当年的正直 善良的初衷 还是为了能让自己在以后的内心中 不再受煎熬 他们终于吐露出实情 此外 这些人恐怕还有一些历史的责任感 让他们心有不安 心有不甘 对这些中共的高级干部来说 写下这样的回忆录并不容易 大饥荒牵扯到了整个的中共统治集团 数千万百姓被饿死 这是整个统治集团的罪恶 是这个制度的罪恶 就这一点来说 他们回忆录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 在官方没有彻底公开相关档案之前 这些知情人的回忆录 他们所提供的资料的重要性 是其他资料所无法比拟的 也是任何研究的结果都无法替代的 在大跃郡中 死亡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 是四川 安徽 河南 山东和甘肃 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 在退休后 写下了当年在北京 向胡耀邦和杨尚昆 汇报四川大饥荒的回忆录 在这篇回忆录当中 廖伯康披露了当年四川省 因饥饿导致人口减少一千万的事实 这篇长文的题目是 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 四川消理料事件回眸 今日读起来 仍然感到让人惊心动魄 尚昆同志说 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 但详细情况如何 得不到证实 我们要四川报 四川始终未报 我们找民政部问 四川情况如此严重 你们是管救济的 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 民政部说是四百万 实际上 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 中央不相信 然后又找公安部 公安部是管户口的 那时的粮票 布票 油票 肥皂 火柴 等一切生活用品 都从户口挂钩 死一个人 就抹掉一个人 这个数字 应该准确啊 公安部查的结果 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 说是八百万 中央依然不相信 但究竟死了多少人 中央不清楚 你说说 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 说死了一千万 然后廖伯康解释了 这个数字的来历 并向杨尚昆 详细介绍了 他知道的具体情况 他告诉杨尚昆 一千万 这只是从文件上 推散出来的数字 实际上 恐怕还不值 根据这些情况估计 四川饿死的人 起码 比我推算出来的 还要多出 两百五十万 但我 正式反映 只说死了一千万 尚昆同志 听到这里 一排大腿说 就是你这个数字 杨尚昆日记 短暂的记载了这次会见 下午约重庆青年团 两同志来谈话 谈农村工作问题 由三十到六十半 廖伯康在一个访谈中 还曾经提到 一个县委书记告诉他 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 有的一个村死的一个人不胜 死人都没人埋 值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人 这些埋人的人 没有吃的 要挖坑 做重体力劳动 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 只好再从其他村 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关于四川大饥荒的情况 已经有多部专著发表 其中有东夫的麦苗青菜花黄 川西大饥荒几时 汇文的困难时期农村整设计时 前些年李景全的秘书 陈振环的口述资料 提供了当时 关于从四川大规模 外调粮食的高层内幕 他告诉世人 四川大量饿死百姓 中央是知情的 并且要承担责任 但是他为李景全的辩护 却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他说李景全调粮的错误 就是服从了中央的命令 你能说他是错误吗 有错误 前期对情况了解不够 调粮调的多了些 后期这个责任 不能归接到李景全一个人 从全局来讲 他是有功劳的 在调粮这个问题上 李景全不是错误 而是对中央有功的 有人说他是罪 我说不是罪 而是他的功 照顾了全局 牺牲了局部 明明知道自己治下的百姓 已经在成百万的饿死 却以维护什么大局为名 而狠心不顾 简直是丧尽天良 这样做居然还有功劳 听起来真是令人发指 就是在封建王朝 这样的封疆大力 也会被归为逢君之恶 诅咒为虐的奸命 无论为了什么样的崇高目标 也不可以唯一所欲为 只数千万百姓的性命于不顾 不要说什么大局 就是天堂降临 在数千万国人的尸骨面前 也会黯然吃色 原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凡的回忆录 告诉我们 安徽全省 1959年至1961年 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 除去正常死亡数 逃亡以及失踪数 安徽饿死约500万人 在张凯凡的家乡 安徽五尾县 一个靠近长乡的鱼米之乡 仅58年到60年 就饿死了32万多人 超过当地人口的30% 而61年的情况 还没有统计在内 丁仁博先生的遗住 难忘的岁月 安徽省吴维县共产风始路 这次有详细的记录 1959年 张凯凡回到家乡进行调查 一行人进入吴维 眼前的情景 令他们触目惊心 张凯凡在回忆龙里写道 我们进入吴维 第一阵是时间 路上行人 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 村上的小孩 瘦得不成人形 到农户家里看看 大多数躺在床上 声音不绝 吴维许多人都认识我 都向我下跪 张省长救命 我们还不如鸡 鸡一天 还有两把米 听说上头规定 每人每天二两原粮 这原粮是指 稻子 麦子 而非米面 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啊 发给食堂 藏层苛扣 我们就一点都见不到 张省长 把自留地还给我们 我们也度度命 我到实践区 银河少村 全村十几户人家 就有九个孤儿 农民家里 第一个饿死的 家里人还给弄几块板 订个棺材 第二个 第三个饿死的 就只有用竹床 或者门板抬出去 第四 第五个就更惨了 惨不忍睹 张凯帆泪流满面 愧疚难当 后来张凯帆紧急下令 调拨库存的150万斤大米 和300万斤稻谷 迅速发往农村 30万斤黄豆 加工成豆腐豆浆 供应服种病人 和没有奶喝的婴儿 此举拯救了数十万 濒临死亡的人口的性命 由于张凯帆下令停办大食堂 而得罪了毛泽东 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换入党内的投机分子 为此张凯帆全家跌入苦难 六个亲人惨死 河南省当时的主要领导人 对于当年的大饥荒 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但河南省新阳地区的领导人 却在晚年留下了有关文章 当年任新阳公署专员的张树帆 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 1959年 新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 一百天不下雨 秋良也看着大面积欠收或者无收 可当时地委九个常委中八个人认为 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 是特大丰收年 这是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 是72亿斤 而丰收的1958年 不过是56亿斤 实际上 1959年的粮食产量 只有20多亿斤 可省委仍然按照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来征购 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 将农民的口粮 种子粮都交了征购 秋收刚完 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 开始出现桃荒要饭的现象 很多食堂开不了火 群众无奈 就在家里煮红薯叶 野菜冲击 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 群众就外出逃荒 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 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涉港 拦堵群众 不准外逃 一次 中央内务部有干部下来调查灾情 张树帆受命陪同 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西县 淮滨两个县 郭处长看到腮荒十分严重 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 我说有 而且还不少 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 我说自己从去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 你来了 我才跟你第一次出门 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 只能估计一下 饿死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 郭处长一听 就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 只待了两天 就回内务部了 事后得知 郭处长回去后 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 部领导 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 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 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毕武做了汇报 董老马上派李坚 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 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 越查问题越严重 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 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这位前新属专员 有位秘书 半个月之内 伯父伯母和父亲母亲都被饿死 信阳事件 可谓是大业军中最典型的事例 其中所暴露出的各级干部的痊愈熏心 残忍冷血 令人发指 当年信阳 另一个地位专员王达夫说 由于饿死 打死人的地区广 时间长 程度严重 不少公社 大队村庄 死亡人数占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比例 特别是许多村庄和许多户 城庄城户的死绝 致使死人无人埋 人失人的现象发生 造成老者无儿女 壮者无妇夫 幼者无父母 河南日报记者站的站长鲁嘉宾 在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文中 记录下了当时信阳地区的惨状 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逃不出去 信寄不出 只有活活饿死床头 倒闭路边 关于董毕武派来两位处长来信阳调查的情况 他这样写道 调查期间 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 掩盖真相 两位处长排除困难 冲破阻力 逐县逐舍 艰难工作了三个月 基本查清了问题 他们查出的数字是 饿死一百零五万人以上 在这篇文章中 这位记者站长还提到 河南省非正常死亡数八百万人 信阳之间曝光后 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 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 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克 结果 那些替毛泽东在基层敲诈百姓的干部 大批被残酷处置 其中 信阳地委书记陆宪文也成了替罪羊 这位当年拼命压榨百姓的信阳地委书记 几乎就被枪毙 晚年 这位地委书记在身患癌症之后 留下了一篇文章 信阳事件的历史 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替自己抱不平 他认为 信阳事件不是个偶然的独立的政治事件 信阳饿死人的问题 是全国许多地方饿死人的问题的一个缩影 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它的发生是多种原因相互结合的必然结果 在这几种原因交会结合的信仰 陆宪文在那当书记时发生了 如果换作其他人也照样会 陆宪文在文章披露 毛泽东对信阳事件定性后 信阳地区的大批干部都被关押起来 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 15万人抓起来集训审查 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 将分别按杀 官 管的办法处理 陆宪文这里提到的 杀 管管的办法 就是当年中共立国之初 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候 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置方法 就是杀一批 官一批 管制一批 陆宪文对自己治下 饿死上百万百姓 毫无忏悔和歉意 但是对自己被当作替罪羊处置 而愤愤不平 在这篇文章中 陆宪文还说道 省委常委会上研究 要枪决陆宪文 征求各地市意见 大家谁也不发言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 在干部会上讲 要落实一下 杀人问题 究竟是杀多少为好 是不是大县杀八百 小县杀四百 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 共两万人 也就是说 高层最初准备 在信阳地区杀两万基层干部 以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 关于贵州大饥荒的情况 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王陆生有文章谈及 贵州遵义地区的具体情况 在我为遵义事件 计算死亡人数这篇文章中 他写道 当我将遵义地区 各县的县有人口加起来 只有310多万人时 大吃一惊 因为1957年过的人数 是370多万 这个数字我是经常用的 所以印象非常深 想忘也忘不了 王陆生统计这些数字的时候 已经是1961年了 也就是说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 人口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60万人 一个300多万人口的地区 居然饿死了670万人 该是多么令人震惊 王陆生由于知道了这个重大的机密 曾经长时间的陷入了恐惧之中 其实当时贵州的整体情况 与遵义地区并无二致 有文章写道 称作遵义事件 完全是贵州省的主要领导 为了推脱责任的做法 关于遵义事件的后续的处理情况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遵义地区下属的煤坛县 因为饿死12万人 被称作煤坛事件 煤坛事件暴露后 原县委书记被定为退化变质分子 逮捕判刑 公事领导也抓了几个 副县长被公开枪决 还有一个大队支书也被枪决 贵州的煤坛事件 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出半年 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 而发生的情况却极为相似 由此可见 大一统的集权制度是何等的有威力 据当时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 崔敏先生的文章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一文中介绍 据全省各专属自治州公安处 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 全省1959年至1961年 共饿死250多万人 占全省栽签总人口数的14.7% 而这个数字实际上也有所缩水 前些年 林彪的嫡系原副总长 总后勤部主任邱惠作 出版了他的回忆录 在大跃进期间 邱惠作受周恩来的委托 去过一些地方考察灾情 邱惠作在回忆录中 列举了他自己亲眼见到的三个例子 其中第一个例子 就是1960年 广西横县 躺在床上的县委书记 见到邱惠作时 伸出了四个手指头 意思是 已经四天没有饭吃了 因为要保住该县的卫星县的荣誉 地围不准县委上报灾情 一个县委书记 都四天没有饭吃 饿得无法起床 当地百姓的情况 可想而知 参照贵州煤坛事件可以推断 这个县至少也会有几万人 乃至十几万人被饿死 考虑到中央集权和上下各地同构的县时 可以推断四川 安徽 河南的情况 在全国范围内 是普遍存在的 区别 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据陆县文的回忆 1960年底 邓小平从四川市场回来 路过信仰 把信仰地位的档案 调出来看了一下 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 做法 信仰没什么特殊的 害死信仰百万百姓的 陆县文的这个回忆 尽管有为他自己辩护的意味 但也并不违背当时的真实情况 事实上 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百姓 在大量饿死 对高层并不是什么秘密 著名经济学家 千家居 在其晚年亲自编写的年谱中 披露高层对大饥荒饿死人数 曾经内部做过三次统计 63年4月统计 为1200万人 64年统计 为1770万人 65年第三次统计 为2215万7千余人 另外 在公刊出版的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书中 就有一个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 给毛泽东的一个调查材料 胡乔木 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 那是在1961年的4月 胡乔木到湖南调查 胡乔木在信中写道 主席 昨天我和王立同志 毛华初同志 省农业办公室 贺炳贤同志等人 一同去了香香县位 我们原听说 临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 县龙洞公社 死人情况严重 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 三个大队死707人 占现有人口13.5% 你去该处调查 结果因为道路不变 临时到原东郊公社 县陈庚公社的南乡大队 七星大队 水底大队 石江大队等几个生产队 看了一下 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 也很严重 南乡和石江两大队 三年来死亡率 都达20%左右 毛泽东应该非常清楚 胡乔木的这个调查报告的 重要性和代表性 毕竟当时的中国 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 各地的情况都非常相似 而且可以肯定 毛泽东一定还有更多的情报来源 据杨继生的文章披露 各个省委第一书记 秘密上报的死亡人数 仅仅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 两个人知情 说到这里 或许可以对那些质疑 饿死四千万的年轻人们 做一个解释 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 无疑是一场人祸 它和自然环境 水文气象的相关性很弱 从已公开的历史史料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相邻的两个自然条件 相似的区域或者村庄 一个饿死了众多百姓 而另一个地方的百姓 几乎全都保全了下来 原因就在于 两个地方领导人的不同 有时甚至出现 和自然条件相反的情况 往往越是天下粮仓 鱼米之乡 饿死的百姓反而越多 而一些自然条件 相对较差的地区 它的灾情却比较轻 而且大饥荒发生地 非常的集中 基本上都发生在农村地区 在文革结束之前 中国农村的情况极为封闭 各个地方很少交流 而这些信息随着那些知情人的消失 大饥荒的情况也逐渐被淹没 更重要的是 由于几十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百姓们都非常的谨小慎微 甚至对自己的子女 都不会谈及当时的情况 外界就更难知晓 而且底层百姓所了解的大饥荒 往往只是他们自己的家庭 自己村庄的情况 总体性的情况 他们所知甚少 对那些在省市工作的干部来说 他们对大饥荒的了解和认识 自然要比普通百姓要全面的多 他们在晚年对大饥荒和大跃进的回忆 无疑是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特别是在中共当局 严密封锁有关答案的情况下 这些回忆资料的权威性 是无可替代的 我一直在想 如果每人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 哪怕就像两粒沙子磕碰的声音 四千万同胞加在一起 也会惊天动地 恐怕玉皇大帝也会胆寒 怎么就能打动独裁者的野心呢 四千万同胞的尸骨 可以从东海的老龙头 直到长城的尽头 排满万里长城 纵使秦始皇赛生 也会心惊肉跳 始皇帝的全部子民 可只有两千万 为何独裁者们 却能视而不见 无动于衷呢 就是在白日当头的时候 想起这场灾难 总是感到难以排遣的恐惧 除了这惊人的数字之外 是什么力量 让这个足以灭掉一个大民族 或国家的灾难 能够悄无声息 让几千万人的死亡 就像雪片入水一般 无影无踪 是什么力量 能够让如此惨绝症患的灾难 持续三年 并让今天的惨案 能够保密 长达数十年 没想至此 禁不住 不寒而栗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轻大事 Associates 究竟 启 świad 渡船 词 逆 启 哼 利 照 就 启 气 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